女人在空中拼命挣扎 而老头拿出一管不明液体 走向了女人 之所以老头这么做 只因为他的女儿出车祸死了 他要为自己留个孩子 这个女孩叫阿珍 他跟阿伟阿强是一个盗窃三人组 他们专挑富人区的有钱人下手 只拿东西不偷现金 而且阿强的父亲是保安主管 保管着富人区别墅的备用钥匙 所以他们从未被抓住 这天阿伟得到一个消息 附近有个退伍老兵 因为女儿被富家女开车撞死 所以他得到一大笔赔偿金 干完这一票大家可以金盆洗手 而阿强一听就不干了 因为盗窃金额过大 他们要采起马十年的缝纫机 但是阿珍很心动 因为家庭的原因 他想带着妹妹离开这里 因为知道阿强暗恋自己 于是阿珍恳求阿强做完这一单 阿强只能答应女神的请求 凌晨两点 三人来到老人的房子 他们用香肠让看门的旺材安静睡下 阿珍打破卫生间的玻璃爬了进去 然后打开大门让阿伟他们进来 进屋后几人脱去鞋子 开始在屋内四处寻找 阿伟来到卧室 用迷雾让老人陷入沉睡 一番搜索后三人并无收获 只发现了一个上锁的房间 可是这个门锁非常牢固 用撬棍根本打不开 于是阿伟决定用手枪 可是阿强一听就怂了 持枪入室抢劫性质就变了 房主可以合法击毙他们 于是阿强立马离开了这里 阿伟则拿起手枪 就在阿伟打开门锁后 老人突然出现在这里 阿伟说自己喝醉不小心闯进这里 可是老头却一脚踩中了被破坏的门锁 既然被发现了 阿伟举枪威胁老头将钱拿出来 但是这可是一个退伍老兵 下一秒 阿伟就被老头按在了墙上 他问阿伟有几个同伙 还好阿伟没有出卖阿珍 得知阿伟只有一个人 老头一枪就解决了他 阿珍吓坏了 他急忙躲进了衣柜里 听见枪声的阿强返回了这里 迎面差点撞上了老头 老头将大门锁死 又将被破坏的窗户钉上 接着他又检查了保险柜 这一切都被躲在衣柜的阿珍发现了 等阿强找到阿珍后 他叫阿珍赶紧离开这里 而阿珍怎么会空手而回 他输入保险柜的密码 将保险柜的百万现金打包带走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 老头开门进来了 原来他要处理阿伟的尸体 老头刚到客厅 他闻到了臭脚丫的气味 他摸到地上的鞋子 这才发现小偷不止一个人 老头赶紧去检查保险柜 里面百万巨款早已被搬空 老头气得锤胸钝 由于大门被老头锁死 两人决定从地下室离开 他们刚来到地下室 两人看见了惊恐的一幕 老头竟囚禁着一个年轻女孩 昏暗的地下室里竟关着一个女孩 她被封住嘴巴只能发出乌声 女孩请求阿珍救救她 阿强不想节外生枝 他拉着阿珍赶紧逃命 没想到阿珍善心大发要救这个女孩 原来这个女孩就是撞死老头女儿的司机 阿珍将女孩救下准备从地下室逃走 而他们却不知道 女孩已经触动了铃铛 老头已经有所察觉 就在阿强打开地下室的盘时 老头对着地下室连射 可是阿强和阿珍并无大碍 而那个女孩不幸重担身亡 两人急忙躲到一边 奇怪的是老头在地上摸到女孩的尸体 老头竟然抱着他大哭起来 老头他怒了 他将锁眼封死 又拉下了电闸 准备在黑暗中狩猎他们 阿珍两人在黑暗中疯狂逃窜 老头更是放出了恶犬旺材 两人躲到一个房间 用衣柜堵死了大门 为了让女神逃走 阿强留下断后 让阿珍爬通风道逃走 可是很快旺材冲了进来 将阿强撞出了窗户 好在阿强并没什么事 他刚躲到厨房一个角落 老头已经找到了阿强 阿强的小身板会是老鹰的对手 几个回合下来阿强被打倒在地上 随后老头拿起一把大剪刀 通风道里的阿珍已经到了出口 就在他即将逃离时 老头一把将它从通风道转下来 沙包大的拳头打得阿珍立马昏了过去 等阿珍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地下室 此时老头对着阿珍说出自己的秘密 原来傅佳女撞死了她的女儿 但是她有钱却不用坐牢 所以她将傅佳女关在这里 准备让傅佳女给她生的孩子就放走她 本来傅佳女已经怀孕 但是现在被阿珍他们害死了 所以现在要让阿珍代替她 接着老头将阿珍吊在半空中 拿着剪刀剪开了阿珍的裤子 然后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罐液体 用大号吸管吸取一部分液体后 她朝着阿珍走去 三人盗窃团伙夜闯独居老人家 偷走老人上百万现金 没想到被下眼老头反杀 女小偷不幸被抓住 老头还要让她为自己生孩子 阿珍疯狂地挣扎 可是就算叫破喉咙也没人听见 就在老头准备将针筒注射进去时 阿强来了 一狼头将老头放倒在地 原来当时老头扎中的是阿伟的尸体 阿强将阿珍从空中放下 解开她的手铐将老头靠了起来 逃过一劫的阿珍对着老头就是一顿暴打 老头对他们说 钱你们已经拿了赶紧走 阿珍原本想要报警 但是想想包里的百万现金 他们还是决定拿钱离开 就在阿伟打开大门时 老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地下室逃脱 阿珍赶紧打开大门逃出了房子 逃到马路上的阿珍口嗨老头不敢追 没想到老头放出了旺财 旺财立马朝阿珍冲了过来 幸好阿珍躲进了车里 这才没被旺财追上 但是她的背包却掉落在了地上 气得阿珍砸起了方向盘 冷静下来后 阿珍想到了一个主意 她引诱旺财从后背向进来 然后用绳子将旺财关进后背向 等阿珍拿起背包时 昏迷的阿珍被拽着头发拖了回去 躺在地板上的阿珍看见了地上的遥控器 她用遥控器触发了报警系统 刺耳的报警声让老头晕头转向 阿珍拿起撬棍开始攻击老头 老头掉进地下室没了动静 阿珍赶紧捡起地上的背包 在警察赶来之前逃离了这里 第二天 阿珍带着妹妹准备离开这里 她发现新闻正报道老头的事件 老头并未死去 她变成了勇斗窃贼的英雄 但是她没有提到被抢走的百万巨款 富家女的事情也没有被发现 而阿珍为了包里的一百万 默契地和老头保持了沉默 该影片非常直接过瘾 而且剧情不断反转 把盲人抓小偷转变成密室大逃亡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次见